大家好,欢迎收看健康打一爆爆炸讲堂 我们是由五个医生组成的自媒体 我是主持人小果 胰腺癌又被称为癌性死亡 诊断和治疗都很困难 近几年来发病率和死亡率逐年升高 五年生存率小于1% 也是育后最差的恶性肿瘤 胰腺癌早期并没有特异性的症状 也有部分人总出现不明原因上腹部 保障不适或疼痛 但会让人们误以为是胃病而忽略治疗 结果让疾病越来越严重 那么出现哪些症状时需警惕一线癌呢 一、上腹部疼痛 60%的一线癌患者会出现上腹部疼痛 不过此时已经无法通过手术切除或正处于进展期 上腹部疼痛跟饮食没有任何关系 呈现持续性疼痛 疼痛程度是保障不适感 顿痛或剧痛 腰肺部疼痛提示胰腺癌已达到晚期和育后差 二、黄胆 黄胆是诊对胰腺癌的主要症状之一 所以失去早期诊断和做手术的黄金时期 出现黄胆的时间早晚跟癌病灶所生长的位置有关 胰同癌一出现黄胆 黄胆有波动性主要表现是不完全性或完全性梗阻性黄胆 身上在体尾部的癌病灶 因为淋巴结转移压迫肝外胆管或由于胆管附近粘连和曲曲 进而引起黄胆 三、消化道症状 胰下癌病人亦出现消化症状如食欲不振 同时伴有恶心恶吐腹血便秘交替进行或有黑便 一般腹血呈现脂肪血 好了各位亲爱的朋友 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 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可以关注我或到下面评论区留言 我们医生每天下班后 集中一个时间和大家在评论区交流关于健康的那些事 感谢观看